Hello 大家好 我是Ale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歡迎大家到Hancouver 我的拍檔就是Nicol Chan 她是Based in Vancouver的Immigration Lawyer Hancouver Podcast 我們每個星期探討一個項目 用你問我答的形式 今個星期探討一個項目 以往前兩個星期探討最新的政策 今個星期很多人問 我們spousal sponsorship 如果是一個加拿大一個香港人 他是加拿大的公民身份 citizen 回到香港做事 很普通 接著他在香港認識了一個配偶 配偶就不是加拿大人 他現在打算回到加拿大住 他做一個叫做幫他申請的永久居民 叫做spousal sponsorship申請 這個申請裏面 做加拿大公民的配偶就是簽一份東西 在加拿大政府保證 叫做sponsorship undertaking Nicole 請你跟我們解釋一下 什麼是sponsorship undertaking 是的 如果你有興趣去申請你的sponsorship 或者你的common law partner 過來加拿大的話 你是要填一張 form 叫做imm1344 這個1344 很多人就 有兩版三版紙 全部都是細緻 我沒心機看了 就這樣簽了名就算了 其實你是要看的 因為1344這個 form 就是你和政府的合約 你簽了之後 你就有這個法律的責任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關於我單保什麼 看回1344 它是寫得很清楚的 大概 它就說 你申請你的主婦過來 沒問題 但是他過來之後 做了PR 之後 他做PR 頭三年 他有什麼事發生呢 是你擔保的 有什麼事發生呢 要說清楚的 就是 如果它是要用到 加拿大的Social Assistance 的program 的話 你是 金融的責任 你的主婦 是的 OK 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加拿大 有很多這些Social Welfare 的program 就是to prevent你 abuse他 是 有很多人都會問 如果我和我的主婦 我們離婚 或者我們 如果你普遍法律 的話 你分析 你搬走的話 這樣會不會影響 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呢 那就不會的 因為加拿大政府 其實它為什麼會 即使你離婚或者搬走 它都不會拿走你的永久居民身份呢 是因為加拿大政府是想保護 那些 怎樣說好呢 受害者 即如果你是 在你的 相關 你的婚姻裏 你的婚姻裏 你的婚姻是 犯罪 那它就不想你為了你的身份 而要 留在這個情況裏裏裏 是 它都明白的 即是你一個婚姻是 你可以 你可以 離婚的 那 變成它這個 它都明白的 是的 嗯 嗯 但是就算你 你真的離婚了 你離婚了 或者你搬走了 嗯 你 就是 擔保你過來的 那個婚姻 那個加拿大人呢 它對你的責任呢 是 不會 不會完的 是的 即變成它 它總之 都是要 即如果你是 申請社交平衡的話 它都是 這三年來 它都要付錢政府的 嗯 即舉例 譬如 一個 香港的婚姻 申請了 他一個 非加拿大人的婚姻 他就過去做事 那他三年 即 在申請表裏面 要 IMM1344 就說 要保證 去 支援這個婚姻 在加拿大的時候 那不幸地 三年 未完之前 他們就離婚 分開了 那這個婚姻 可能申請了一些 加拿大政府的社會福利 那加拿大政府呢 是 會 向這個 加拿大公民的 sponsor 就是 擔保人呢 是追回那個 那個 數目的 那麼 錢銀的數目的 是啊 你欠政府錢的 欠政府錢的 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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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拿錢的 這樣 希望這個case question 幫到大家 如果有用的 請你和你的親戚朋友分享 如果你覺得有其他題目 需要我們去幫你做research的 請你在我們的comments留言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private consultation的 請你PM我們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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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時間 拜拜 拜拜 下次見